我們邀請Erika去找你的朋友 你好,你好 我是Erika,從美國 那是你會記得我的名字 我認識你幾十年前 我們在紐約學院去學校 我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只能明白英文 她說她叫Erika,她從美國來的 然後跟美國已經十年的交情了 你們都知道美琪是很安靜和安靜的 但她真的很有趣和愚蠢 大家看起來美琪是相當文靜 她是非常的鮮熟 可是其實私底下跟她相當她是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活潑的 我知的Rock Maisie說他們也很興奮 所以看起來會成為一個最好的選擇 就是Rock呢 她也是看起來非常沉穩 可是跟她相處知道她是非常幽默 所以他們真的很適合在一起 我試試想想一下英文 美琪就是去死的意思 美琪是什麼 就是她想要用我們的名字 稍微聽一點 做一些聯想這樣 讓她想到美琪後面有一個去這樣的一個發音 對 而我來說 QI means the flowing of energy or movement QI就是代表是 就是 那個氣呢其實就是 就是中文那個很像氣啊流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的說 And Rock means stability and something strong Rock就代表非常穩重 它又有很強壯的意思 And in America they say opposites attrac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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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香溪 意 就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也會成語叫什麼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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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香溪 OK And so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his marriage We have flowing Meichi And then stable rock 然後因為他們會在一起 就是因為兩個有互補 一個是相當的浪漫挑渺 然後另外一個是非常沉穩 又非常強壯的 所以感覺很非常難 And let's say If the rock was inside the river They would both be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he river would have to go around the rock And the river would also be changing the rock's form 就是河流中的水呢 它在溪流中如何流去 石頭它也會跟著一起滾來滾去 但是他們也會 他們都是一起相伴相水 OK 然後石頭它會因為水的流動而改變形狀 原本是三角形之後變成圓形 謝謝 So I visualized this marriage to be one of a growth and beauty An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總之就是相當的祝福感謝他們 就是這樣 謝謝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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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我剛剛就傳這個捧花給她 因為她也從美國 然後旅行七個月了 然後到台灣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她也能夠 然後就是接著把我得到的幸福 一起再繼續帶給她自己 然後接下來希望下一位是她 謝謝大家 給她們最大的掌聲 那接下來就是新的